在西双版纳吃了一份孔雀燕 那个价格真是不敢相信啊 我现在西双版纳 我们先来看一下西双版纳的街景吧 我们可以看到路脸旁的建筑 以及装修啊 都是浓浓的东南亚的风格 觉不觉得 太美了 反复处于一国塌仙啊 很难相信 这里是中国云南啊 太美了 因为西双版纳是靠近这个东南亚的 又因为太族跟歹族啊 是同一个民族啊 伊士的话 很多一些文化呀习俗啊都是差不多的 前方就是西双版纳的大佛寺了 大佛寺的后面就是西双版纳的新冠夜市 这个地方算是西双版纳最核心的位置了 也是很多游客被打卡的一个景点吧 一个区域吧 前方大县 很多国区啊 应该都是东南亚六国的国区 它有异议风情了 好了 我现在去找一家可以吃到正宗达味的餐厅 找到了就是前面这一家 看着装修 哇 浓浓的东南亚的风格 应该比较正宗 进去看一下 已经超当了 等它上菜 当来咯 还有这个仪式啊 哇 烟雾缭咬啊 等这些烟上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些食材 好了 烟消了 现在来看回一下这个孔雀宴 看看有什么美食 这个是烤鱼吧 这个是肉饼 这个是当地的一些美食 饭 这个是菠萝饭 那是虾皮吧 是猪皮 玉米 花生 青瓜 胡萝卜 一些蘸料 一个烤鸡 鸡瓜 生菜 应该是比较正宗的孔雀宴 看着的话就比较有食欲 那大家猜一下 我在西双巴纳告状吃了这一份孔雀宴 要多少钱 能猜到吗 我先吃吧 吃完再告诉大家 我吃完这一顿孔雀宴了 一共花了我 46块9 对于这个价格 大家觉得怎样 反正我感到挺意外的吧 要吃到这么一顿饭 在别的店的话 至少都要100多块的 但是这一顿饭的话 我是团购价来的 如果是单点的话 肯定很贵 虽然是团购 但是还是比较学会的 那大家觉得我最终放花了 46块9 值不值 最终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